那上一支上課呢 我們跟各位介紹到所謂的全稱量詞嘛 那全稱量詞我們有跟各位提到過 他跟我們前面所提到 冠連式代數的處法 其實所要談的東西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 我們要從某一張冠連表格R當中 去找出滿足另一冠連表格S 所有執主領域相關資料記錄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有舉一個例子就是啊 比如說呢 我們底下兩張表格 一個是銷售表 一個是產品表 產品表的話呢 會有很多的產品代號跟產品名稱 那銷售這張表格裡面的話呢 會有供應商代號 產品代號 單價以及銷售量 那我們要從這兩張表格裡面 去找出每一項產品都有賣的供應商代號 那基本上呢 這種做法 現在我們是把它擺在所謂的 關聯式計算裡面 關聯式計算 它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 我只要告訴我們的電腦系統說 我要調哪個欄位的資料 那我要從哪些表格去做調閱的動作 那至於說你這個查詢議題來說 我是不需要去寫入程序線邏輯在裡面 所以說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底下這個格式的話呢 就是我們講的那種簡單表示法 那你們看 我們現在這個大關號裡面 首先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擺放那個欄位的名稱 T1.供應商代號 所以我是要把第一張表格裡面的 供應商代號的資料把它給列出來 但是呢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直主變數 叫做T 那這個T的話呢 我們現在在這個直線的右手邊 我們再去做一個宣告 那這個T的話呢 我們把它標示成 銷售這張表格的一個別名 類似上別名的一個東西 好 那只是說呢 雖然我是要陳列 銷售這張表格的供應商代號 但是我所要查詢的資料 基本上要跟我們另外一張表格 叫做產品這張表格 那就是最後一個 配對也是我們查詢 那這種配對查詢來說 它是搭配我們的全稱量詞 for all 這樣子一個符號來做處理 所以說你們看一下 for all P 代表說呢 我們前面這一張表格裡面的 相對應資料 要跟我們產品這張表格的所有資料 要能夠去做匹配 這樣子的話呢 那個資料我們才能夠去做一個顯示 所以說呢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直主變數叫做P 我們要在後面這個地方來去做宣告 所以說你們看呢 我們這邊P後面的話呢 因為有一組小畫號 這組小畫號裡面的話呢 就是擺放跟小寫P有關的這種宣告也好 或是調整判斷也好 所以說你們看一下喔 這個小寫的P後面我們有做宣告 它是產品這張表格 產品是有原本這邊的表格名稱 好那我給它做一個宣告 它叫做小寫的P 而且呢這個小寫的P 這個產品這個表格裡面的資料 要跟我們前面銷售這張表格的資料 它們的產品代號去做一個對應的動作 好那所以說這邊有一個條件就是 P這張表格的產品代號 那等於P這張表格的產品代號的資料 那能夠做匹配 而且除了要能夠匹配到之外 還有就是呢 你所匹配到的這個資料 同時你要滿足另外一個條件 也就是它的銷售量要大於0 也就是說呢 產品是真的有賣出過的 也就是說它是有一定銷售量的 這樣子一個資料 我才要把它列出來 所以說呢 當你今天把這整個查詢語法 下下去之後 你會查詢到一些供應商代號 而這些供應商代號的話呢 是指說 在我們產品代號裡面的所有產品 都曾經有銷售量的這些相關的供應商資料 會不會有意義產略出來 所以OK 這是全稱量詞的部分 那底下還有一個叫做所謂的存在量詞 其實存在量詞這個東西的話呢 Exist 那我們這邊是用編導大寫的一種符號 來去做存在量詞的這種說明 那這個存在量詞的話呢 跟我們剛剛前面那個全稱量詞 剛好有一點編導的地方就是 所謂的存在量詞這個東西 它是藉由某個條件去找出 在某個關聯表格R當中 滿足另外一張表格S當中 任何一個子組資料的這種資料紀錄 我要把它列出來 那這邊的話呢 是只要滿足S當中的任何一組資料 我就可以把它列出來 那我們前面的全稱量詞的話呢 你要從表格R當中去找出 滿足另外一張表格S 所有資料的資料紀錄 所以說呢 一個是所有子組的那種資料紀錄 你都要滿足 它相關的資料你才可以做陳列 但是呢 另外一個的話呢 這種所謂的存在量詞來說 基本上它只要能夠找到 滿足表格S當中 任何一個子組的資料紀錄 我都可以做呈現 所以說你就知道 存在量詞來說 基本上它的滿足條件 是比較寬廣的 它所能夠找到的資料量 會比我們前面那個 全稱量詞來說 在同樣的資料態度之下 應該可以找到資料量是比較多的 好 所以說你們看底下這個類型 你就知道齁 現在要我要從銷售跟產品這兩張表格裡面 所存放的資料當中 去找出至少有賣出一樣產品的這種供應商代號 像我們剛剛前面那個題目的話呢 是要找出 欸 在產品資料表格裡面 所有產品 你都有賣出的這種供應商 我才要列出來 但是呢 現在這邊 我條件就沒那麼遠了齁 只要基本上你的供應商啊 有賣出產品表格當中 任何一樣產品的那種相關的供應商 你都可以把供應商代號把它列出來 所以說呢 我們這一個例子來說的話 所找到的資料量 就會比前面剛剛那個例題來的多 那至於說呢 底下這個簡單表示法來說 它的寫法跟我們上一題幾乎一模一樣 只有這個地方齁 它是改成 in this P 因為呢 我們剛剛前面這個地方 for all P 來說 我要強調就是 前面這張表格 銷售體裡面的資料 要跟我們後面這張P 產品表格當中 所有資料 都能夠全部相匹配到的時候 相關的供應商 我才要把它做陳列 但是呢 我們底下的這一題來說 基本上 我的銷售 這張表格裡面的資料 只要跟我的產品表格當中 任何一筆資料 能夠配得上的 那這些供應商的資料 我就可以把它列出來 所以說呢 你今天來講的話呢 它就是用所謂的存在量子的方式 來去取代 我們剛剛前一題的那種 存在量子的這種做法 那這種地方我當然知道 各位齁 你們聽得會覺得很痛苦 那因為呢 非程序性語法 你們沒有下過 所以說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們只要回去齁 再稍微多看一下 這個語法齁 大家就可以慢慢去熟悉它 OK 這是存在量子的部分 OK 那這邊是另外一題齁 給各位回去可以看一下齁 它只是多了一個NOT 比前面那個 尼芬的多了一個NOT 它是找出 沒有賣出任何一項產品的這種供應商代齁 它剛好是跟前面那一題是完全反向的 所以說多了一個NOT 好 那我們之前交給各位是所謂的齁 直主導向的關聯式計算 那我們現在這邊交給各位另外一種 叫做低域導向的關聯式計算 這種低域導向的關聯式計算來說齁 目前我們是有一個 我們待會會給各位看一個類似的 算是一個產品嘛齁 可以給各位看 所以說呢這個地方 待會你們可以看到一個實際的這種例子 來 那這個所謂的低域導向的關聯式計算來說 跟前面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以所謂的我們二位表格當中 藍位的低域當中裡面所存放的值 作為我們的資料表示基礎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這種簡化表示是怎麼做呢 它的簡化表示跟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直主導向關聯式計算 基本上長得很像齁 一樣是有一組大括號 其實說呢這個大括號裡面 它的擺放的第一個資料的話呢是 你所要呈現的那個欄位 它的低域變數 也就是說呢 你要把那些你想要列出來這些欄位名稱 你把它當成是所謂的低域變數 來去做設定 那這低域變數跟我們前面的直主變數的設定 就不太一樣了 前面那個直主變數來說 我們是以表格名稱把它當成是直主變數 但是我們這邊的低域變數來說 是以我們的欄位 做於我們的變數的設定 但我後面會直接舉實例給各位看 好 接下來我們後面這個地方就是 對低域變數的一個宣告 還有就是相關的這種查詢條件 OK 這邊就是我們低域 那個導向的關聯式計算 它的簡化表示的這種做法 那這做法可能各位看了也是如沙沙 沒關係後面馬上就有一個例子給各位看 比如說呢 現在我們有一個查詢問題 這個查詢問題的話呢 是請各位去找出薪水在10萬塊以下的員工 他們的姓名以及地址 好 那你先看 你今天有這樣一個查詢問題的話 這個查詢問題我們會用到哪一張表格呢 我們會用到員工這張表 那我們要從員工這張表裡面 去把某些員工的員工姓名 跟員工地址把它列出來 而且我們的判斷依據是 10萬塊以下的員工 他們的資料都列出來 所以說薪資這個欄位 我們也會用到它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的簡化表示法怎麼做呢 來各位看一下喔 簡化表示法在這邊 一開始的時候呢 是我們的低域變數 也就是欄位的變數 它的命名方式 你會覺得很奇怪 那樣式啊怎麼會是低跟低 這上面意思 基本上來講 我們這邊要把所有 每一張你會使用到的表格 它的所有欄位 要把它分別看成是 一個一個的獨立變數 所以說呢 以員工這張表格來說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查詢任務來說 會使用到員工這張表格的 這種資料 所以說呢 我們要對員工這張表格裡面的 所有欄位 它是做變數的宣告 我要把員工這張表格裡面的 所有欄位去做宣告 ABCDEFG 有沒有看到 ABCDEFG 代表說呢 我把員工這張表格的 員工代號 員工姓名 電話 地址 薪資部門單號 跟主管單號 分別用ABCDEFG 這些變數 來分別做取代 所以說呢 這個地方 就是在做所謂的 定義率變數宣告 前面這個員工 還是所謂的表格名稱 但是這邊的ABCDEFG來說 就是我把這張表格裡面的 所有欄位 分別用不同的變數 來去宣告出來 好 那這個時候你看呢 這些欄位 我用ABCDEFG 宣告出來之後 因為我要呈現的是 員工姓名 跟員工地址 也就是說呢 是這邊的 第二個欄位 跟第四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的變數名稱叫做B 第四個欄位的 那個變數名稱叫做D 所以說呢 在我做所謂的欄位 資料的呈現的時候 我是用B跟D 這兩個欄位 來去做資料的呈現 好 那我們除了要把這個變數宣告出來之外 我跟各位講過 我們這個查詢 它是有個條件的 也就是說呢 C水在10萬塊以下的 這個研究 它的資料我才要列出來 所以說我後面有一個條件 1小於10萬 在1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個 研究基本資料表裡面 第五個這個欄位 1 那第五個這個欄位的話呢 我們對應到原本的表格裡面 它就是 新資這個欄位 所以說呢 基本上這個1就是 所以新資這個欄位裡面的值 要小於10萬塊的 我才要列出來 所以說這邊就是我們的 簡化表示方法 可能這邊有人會 對我說 欸老師啊 那前面這邊感覺起來有一個 好像認識所謂的 Ease在那個表示方式 沒錯 這個表示方式來說 只要能夠滿足 E這個變數 它的這種 小於10萬塊的 這個條件的這個資料 我都要 一一去把它給列出來 每一筆都要把它列出來 所以說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是用Ease存在 這樣子一個 表示式 來去講說 欸我只要能夠 滿足這個條件的資料 我都要列出來 好這邊就是 我們那個 有關於定義 導向 關聯式計算 一種表示方法 你會發現到 這個表示的話呢 基本上也只是把 我們的查詢問題 把它寫成一個 語法 那可是中間並沒有 包含任何的這種執行流程 所以它也是屬於 關聯式計算的一種 表示方式 一個第一域來說 就是表示一個欄位的相關設定 比如說這個欄位的欄位名稱 資料型態等等的 都是一個欄位相關的設定 所以說呢 我們在這個第一域 導向關聯式計算當中 如果你呈現資料的時候 你要呈現多個欄位的資料時 這時候就要去列出 多個第一域的這種變數 所以說呢 以剛剛我們這個例子來說 我們一次要列出 兩個欄位的資料 所以說我們在前面 一開始就是定定 兩個 所以我快定一域變數 好 那我們在前面呢 有跟大家介紹過 BMF的表示方法 那我們現在在這種所謂的 關聯式計算來說 我們也可以把它 標示成這種 BMF的一個表示方法 這個BMF的表示方法來說 它有幾個主要的關鍵字 一樣幫各位先mark起來 Range off 然後這邊有一個意思 然後這邊有一個會 那基本上這些都是固定不變的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Range off 基本上這邊這個E的話呢 我們指的是啊 員工這張表格 跟我們上面這個E不太一樣 當然我知道它會很搖啦 不過呢 這是它的語法 是表示方法 這沒辦法 那這小寫的E來說 是表示員工這張表格 員工這張表格 那這張表格裡面的話呢 我要呈現的是B B這兩個欄位 那這兩個欄位的話呢 我就要宣告一下 好 B這個欄位的話呢 是員工姓名 B這個欄位是地址 然後呢 在這邊的話呢 我的查詢條件是什麼呢 薪資這個欄位 小於10萬塊的資料 我才要做呈現 所以說以BMF來說的話呢 它主要在陳列 你所要看的這種欄位資訊的這種做法來說 它也是用低音域變數的方式來做陳列 所以這個時候呢 有關於你的低音域變數 也就是欄位的變數的設定部分 只要去宣告 你要陳列出來的那些欄位 你就把它設定成三分音的變數 這樣就可以 丟上上面齁 所有欄位都 ABCD都要全部把它列出來 OK 那底下這邊是屬於BMF的一個表示做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一種 所謂的低音域 觀念式計算方式來說 基本上現在目前有一個 類似的產品 是IBM所開發的 它是一個所謂的QPE Q100Eventile 那個Q100Eventile來說的話呢 它是以使用者導向為主 用觀念式查詢語言 簡單易懂 使用者呢 你不需要去記憶複雜的指令 只要在螢幕上 所顯示出來的表格當中 連入所需要的條件 以及資料即可 像這個QDE來說的話呢 其實它有點類似 像我朋友所講的 第一步的導向 觀念式計算 不過呢 它跟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那種第一步導向的 觀念式計算 還是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也是它的缺點 QDE的缺點來說的話呢 首先第一個 它沒有辦法表現 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For All 全稱量值 或Exist 存在量值 它們之間的這種 前後社區關係 第二個 它沒有辦法支援 比較複雜的查詢工作 比如說呢 你可能要去 對某一張表格 去做資料定義的一個查詢 你想要知道 資料表格的結構為何 你要去做 這類的查詢的話呢 有關於做QDE 就沒辦法查詢 甚至說呢 有些查詢動作 它是比較麻煩的 它的query指令 可能會下的比較多 那這個QDE 它就沒辦法做處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用值本方式來看一下 QDE它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架構 來 比如說 那現在有兩張表格 也是 員工基本資料表 也是 部門基本資料表 員工基本資料表 有這些欄位 那部門資料表的話呢 有部門單號 跟部門名稱 好 那我現在底下這邊 有兩個exemple 那這兩個exemple 我們先從比較簡單的 開始來看 來 請找出susher 在10萬塊以上的員工 他的員工姓名 以及員工電話 來 這個查詢來說的話呢 在QDE它是怎麼做執行的呢 第一個 這個查詢用意的話呢 你可以把我們員工這張表格 把它看成是一個大的table 在這邊 它有那個員工代號 員工姓名 電話地址 薰資部門代號主管代號 有這些欄位 好 那這些欄位裡面的話呢 我們要呈現的資料是什麼呢 員工姓名 跟員工電話 所以說呢 我們在要呈現資料的 這兩個欄位當中 去寫一個P 這P是什麼意思呢 P代表print 列印的意思 代表說呢 這兩個欄位裡面的資料 我都要秀出來 好 我要秀這兩個欄位的資料的時候 我的資料的陳列條件是什麼呢 薪水大於10萬塊的支援員工 我才要做資料的陳列 所以說呢你看 這一張表格 基本上就把你剛剛那個查詢任務給解決掉 它是將一張表格裡面 各個欄位的這種資訊 你去做print 以及這種查詢資料的這種條件下達 你靠這樣一個簡單的這種表格填達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這種查詢任務 把它給這個執行掉 這就是所謂的QBE的做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較複雜一點點的問題好了 你找出吸水在10萬塊以上的員工信名 部門名稱 也就是說呢 現在這個查詢任務來說 會使用到這兩張表格 員工表 跟部門表 好 那我要怎麼列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是底下這邊 底下這邊的話呢 因為我會使用到剛剛那兩張表格 所以說呢 這兩張表格我都要做點答 你看呢 我要把員工姓名跟部門名稱 好他的資料給印出來 所以說呢 我在員工姓名在這個格子的地方 我寫個p 部門名稱這個地方 你給他寫個p 代表說我在寫資料的時候 這兩個欄位的資料 我要把它寫出來 好 那我做的查詢條件是 吸水大於10萬塊的員工 他的員工姓名跟部門名稱 才要列出來 來現在比較有問題的是 因為呢 我們要將這兩張表格相對應的資料 把它關聯在一起 所以說呢 我是以齁 連工這張表格的部門代號 跟部門這張表格的部門代號 這兩張表格 也是有相對應欄位 要去做合併 所以說呢 你會看到 我要分別 對在兩個不同表格的 這相對應欄位 去做資料顯示的合併時 我是用一個變數 來去做一個處理 而這個變數呢 它呢 是以底線為開頭 齁 所以你看喔 底線DX 這地方表示說呢 它是一個變數 可以自動做 合併的這種動作 也就是說呢 因為我要分別顯示 員工姓名 與其他所相對應的部門名稱 所以說 勢必我在成立資料的時候 我一定要將這兩張表格當中 相對應的欄位 去做一個合併的動作 我才有辦法去把 相對的這種部門名稱 跟員工姓名的資料 把它集結合併在一起 所以說呢 我是以部門代號 這個欄位 來去做 合併的這種依據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這兩張表格裡面 相對應的資料 我去做 合併 好 所以說呢 底下這一邊 這個查詢任務 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來去做資料的這種呈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 QBE 未來在什麼地方可以用得到 來 各位還記不記得這個DHC買的面 它就提供一個類似QBE的這種操作 比如說 就在這邊有沒有看到 E 範例查詢 這邊是一個QBE 有沒有看到 這邊齁 好 那你們看一下喔 現在在我的一個測試用資料庫裡面 有這七張表格 我第一個叫做Component 原件這張表格 我原件這張表格來說的話 目前裡面有四個欄位 你的零件代號 零件名稱 顏色還有重量 這四個欄位 那這張表格 裡面本來就存在的一些資料 有那個羅斯斌 羅帽 齒輪 板手跟俏子 它這個 比例來說 是我們那個上的單元齁 四張範例表格的其中一張 好 那現在呢 我要對這張表格去做資料的查詢 但是呢 我是用QBE 來去做那個查詢 看看我不用下這種思考語法 是不是也可以把相對的資料給釣出來 OK 好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 按下去之後呢 其實這邊就開始有一些欄位 請各位填 我們這邊的話呢 並沒有請各位下任何的思考指令 都沒有 你們只要把你們想要看的這種欄位 它的欄位資訊 填上去就可以了 來 所以說你看呢 現在呢 我是要把Component 這張表格的零件代號 還有那個 零件名稱 再一個好了 顏色 我要把這三個欄位給秀出來 把這三個欄位給秀出來 我沒有下任何思考語法喔 我要選這三個欄位 好 那底下這邊的話呢 還有一個 我有這七張表格 這七張表格 我只想要看第一張表格就好 所以說呢 當你今天把你想要看的欄位名稱 以及你想要看的這種表格 把它選定之後 你就按個更新語法 按下去之後呢 其實這個時候 把我們整個資料庫系統 號竿 它就會把你相對於這種 新活語法 幫你把它給產生出來 所以說 到這邊其實各位 你們都還不需要下任何的新活指令 這個新活指令就是我們 買新活資料庫系統 用QPE這個操作 自動幫你產生出來的 所以說你只要直接做執行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你要的結果 所以說你用剛剛的這種 QPE的做法來說 結果指令根本連對都不要對 你只要透過欄位的選評 你會得到你要的查詢資料 其實這種做法來說 因為太簡便了啦 所以說有些比較複雜的這種查詢技術 你是沒有辦法透過這種QPE的做法 來去把它GAMO出來的 OK 那是屬於QPE的這種做法 QPE 那當然我們放在那個 QPE買的那個 QPE買的那個 它是比較是屬於他們自己 QPE買的那個所開發出來的一種做法 跟QPE其實很像 然後呢 最後幫各位做一個簡單比較 我們前面幫各位講過 關聯式代數跟關聯式計算 首先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的相異點 關聯式代數來說 它發展是比較早 關聯式計算 它發展的時間是比較晚 OK 那關聯式代數的話呢 基本上它是屬於程序性語言 比較接近程式語法 OK 它是屬於3GL這種做法 那關聯式計算來說 它是非程序性語言 也就是說呢 你根據你的查詢語 去把你想要的這種 參數把它給投入進去之後 你的資料故事 我就可以把你要的這種 查詢資料給代列出來 OK 那所以說呢 以關聯式代數來說 它是要敘述如何做 How 因為呢我要把你的 整個查詢問題的程序 給列出來 但是呢 以關聯式計算來說 它只要敘述 What 也就是說你要查什麼資料 你把它列入列 把你要看的欄位 你參觀的查詢 列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把你要的這種結果 給查詢出來 所以說以關聯式計算來說 它只要敘述 你要做什麼樣的查詢 這個任務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關聯式代數來說 它具備一些基本運算員 我們前面有跟各位介紹過 有5個基本運算員 還有另外3個是非基本運算員 然後呢 以關聯式計算來說 它沒有提供這些 所謂的運算員的操作 然後呢 我們的關聯式代數來說 它可以直接實做 用程序性的方式 去把你要的查詢任務 把它的工作程序 把它給直接列出來 但是呢 這個關聯式計算來說的話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 Demo給各位看的 那個QPE的作法來說 當你把你要的一個 相關的參數條件 給下達下去之後 其實我們的背後 還是要靠前面 這個關聯式代數 幫你把它實做出來 所以說這個關聯式計算 為什麼它的發展 比關聯式代數晚 原因是呢 你要有關聯式代數 你這個關聯式計算 在時間的話呢 它們是有一個相同點 就是它們都是可以作為 資料庫查詢語言 來做實作的 而且呢 它們能力相同 都是可以幫各位 去做資料的查詢動作 它們呢 都是具備 我們之前所前面 所提到過的 那個關聯完全性 所以說呢 關聯式代數 跟關聯式計算 我們大概主要 介紹給各位 到這邊為止 到這邊 好